根据Euromat人权检测标准 4%的加萨人口在90天内伤亡 有6万5千顿的火药被投掷进加萨 是广岛的三倍之多 这样的大规模屠杀 南非总统拉玛福沙 控告以色列军队种族屠杀 并要求国际法庭立即裁定 阻止乙军在加萨的军事行动 其实南非挺巴勒斯坦并非守舰 从前总统曼德拉开始 南非在国际政治上 似乎对被殖民的地方 多一分支持跟怜悯 I want to make a few points absolutely clear Israel has no intention of permanently occupying Gaza or displacing its civilian population Israel is fighting Hamas terrorists not the Palestinian population and we are doing so in full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The IDF is doing its utmost to minimize civilian casualties 以色列表示 拒绝接受南非种族灭绝的指控 更反向南非是哈马斯的魔鬼代言人 总理纳坦雅胡跳出来澄清 以色列没有意图永久占领加萨 或使平民流离失所 以军尽一切可能减少平民身亡 但哈马斯尽一切可能增加平民死伤 不管是否有证据能证明 以色列在加萨进行种族灭绝 国际法庭的诉讼将耗时多年 即便裁定终审决 以色列无法上诉 也无法强制执行 而力挺以色列的美国 在国务院记者会中 则是遭到媒体质疑双标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巴特尔在回答中有点雨塞 最后竟以中俄两国情况不同 不能与以色列相比含糊回避 场面相当尴尬 记者孙一珍报道